台湾机场移民署查获到了一名涉嫌持假政舰 要偷渡到法国的转接旅客 这名拿着挪威假护照的巴基斯坦籍旅客 原本是矢口否认 但是移民署干员从他的容貌研判 他很可能是来自总东 于是灵机一动 把他带到了机场的伊斯兰教祈祷室 要他对着可兰金和阿拉真主发誓 结果这招果然有效 前犯在阿拉真主面前不敢撒谎 坦诚自己拿的是假的护照 打算要偷渡到法国打工 移民署于是把他遣返回澳门